小朋友们,我是一名护士,但是我不小心把我的急救箱给弄丢了,我应该找谁来帮忙呀? 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不对,你是校车,应该由我来帮忙! 不行,必须我来帮忙,拯救小朋友是我的责任!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警车才是应该帮助小朋友们的! 你只是负责接送小朋友们,嗯,可是我也很想帮忙,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陪我一起呀! 哇,我们的小巴哥德跟我们的警长哥德都想帮助我们的小护士找到他的急救箱! 但是小护士只能要求一个人来帮忙,大家说这个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是我们的警车,警长哥德,还是我们的校巴哥德呢? 他们两个是不是有专门负责他们的任务呢?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校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接送我们小朋友上下学,对不对? 那我们的警长呢? 当然是抓坏人啦! 那丢东西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小朋友们,是我们的校车,还是我们的警车呢? 这个问题好头疼呀! 小朋友们,你们来帮我解决吧! 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应该是找小巴哥德帮忙呢? 还是找警长哥德来帮忙呢? 小朋友们,期待你的回复哟! 点击关注我们,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再见!